大家好 中国语听力训练现在开始 每道题听读两遍后 请判断一下 你听到的内容和提供的句子内容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就打个对号 不相同就打个差号 每个文章是两次听读的内容和提示读的文章是一致的 一致的文章是一致的文章的文章 一致的文章是一致的文章是一致的文章 第一句请听题 这是新到的橘子很好吃 一斤两块 B 那我买二斤尝尝 再听一遍 A 这是新道的橘子 很好吃 一斤两块 B 那我买二斤尝尝 请判断一下 我不想买橘子 对吗 不是 我想买二斤对吧 尝尝 是 不值得 第二题 A 请问您在找什么 B 我的手机不见了 A 刚才您不是打过电话吗 B 是啊 可能是放在卫生间了吧 再听一遍 A 请问您在找什么 B 我的手机不见了 A 刚才您不是打过电话吗 B 是啊 可能是放在卫生间了吧 请判断一下 他们在找手机 他们在找手机 对吗 Handphone 拨打过电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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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A 那倒是 B 前几天刚出新款手机 好漂亮啊 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 我的手机又出问题了 用几年了 A 快三年了 B 用了那么多年 该换新的了 A 那倒是 B 前几天刚出新款手机 好漂亮啊 请 作答 判断一下 A 想买便宜的手机 不是吧 不一致的 不一致的 A 他也没说 没说 买手机 B 只能是 给他提供了 刚出新款手机 他就提供了这种信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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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中国语听力训练 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